除了各大景點舉行的節慶活動之外 今日一組養基村也舉行了攜位三年的元宵巡遊 省師漢鳳儀仗隊、陸上龍舟等極具廣府特色的巡遊隊伍 繞村巡遊為市民祈福的同事展示和傳承本土文化 方寧報導 龍舟古河花燈 巡遊隊伍的隊員紛紛列隊準備出發 隊伍當中也有不少第一次參加的隊員 他們都說有機會參加到自己家的傳統民族活動很有意義 心情很緊張很興奮 現在我要檢查獅頭的眼睛可不可以斬 可不可以動 很關聯因為它沒有的時候 它要有的時候它斬著眼睛會顯得獅子更加生動 我隔離養基村的第一年 然後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然後很開心 雖然下雨 但是大家的熱情都是很高漲的 我身邊這些裝備就已經整裝待發 等會就會有省絲、彩奇、龍舟等的六支 具有廣州傳統文化特色的巡遊隊伍 圍繞著養基村的學校商戶住宅區進行巡遊 上午9點多由護衛隊打頭鎮 巡遊隊伍是養基村口牌坊出發 村內男女老少勝裝打扮 組成一支超過兩百人的巡遊隊伍 開始繞穿巡遊 有外來武工人員說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廣州傳統的民族表演 不是本店 我第一次看到 廣州電視10集記者方寧報道